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2017的大Project 就是我的房間怎樣大改造呢 那大家快點看一下影片吧 現在我拍了這一堆就是我執房的時候把所有衣服都放在床上的照片 好了 影片拍的就是我還沒執房之前的樣子 那你會看到有一個膠衣櫃 然後有一個書櫃連衣櫃 所以沒什麼位置放衣服的 然後有很多公仔的床頭 有101班點9的窗簾 當然不是很喜歡的 混亂的床邊 然後床旁邊有一堆衣服和袋子 門後面有一堆衣服 然後地上還有一個行李箱 行李箱上也是衣服 可想而知我的東西多亂 當我把所有東西都收拾出廳的時候 我家裡的廳也算大了 竟然可以收拾滿整個廳 所以另外我哥哥也不禁問我房間是否有700呎 現在拍的門就是我房門外 這幻裁就手是我自己寫的 這幅是我畫的九月圖風水畫 不過很暗 看不清楚 好 一進來 燈燈燈 這間就是我新做好的房間 是不是很多燈呢 因為我自小已經很喜歡燈的了 但是希望我之前的房間有怎樣放這麼漂亮的燈 完全不適合感覺 那我現在拍的這個衣櫃 就是在淘寶買的 你看我換了一個大衣櫃 然後就有很多裝飾 長的裝飾都是我自己做的 有Tween Star窗簾 這個是東京買的 然後加了一個書櫃 在床尾 門後面就掛了兩個大收納袋 都是放密的 那好啦 我現在開睡燈先 然後我還是拍我的收納袋先 是不是很大很長呢 這兩個都是在淘寶買的 然後到衣櫃 換了這個大衣櫃之前 其實我也看過很多衣櫃 可惜都是不適合心碎 而且雖然它在淘寶訂 但當中的過程是非常之有障礙 而且本身我當適合去放床旁邊的牆 但最後來到發現拿幾cm 幸好還有夠位置放 然後就到這個床頭了 這張Tween Star燈已經是古董 應該是2002年版 是以前朋友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然後旁邊有蠟燭台 還有這個香薰座 這個香薰座是我自己做的 是用吐司做的 但本身其實我沒有點香薰的習慣 但做了它之後可能會想點一下 好 接著一路拍 下面就有我婆婆的照片 然後都仍然有很多 Little Twin Star的小擺設 還有兩個木桂筒 都是日本買的 有Tri Angel 意大利買的 接著拍上來 這裡都是放雜物 因為以前書桌有很多雜物 不要了書桌之後的雜物都要放的 就唯有放在床頭 好 接著拍上來 這個是一個長的裝飾 是我自己用Line做的 接著這裡是掛照片 上面都做了我朋友 還有我跟朋友的照片 還有我去旅行的風景照片 還有一些Postcard 接著到TwinStar窗簾 這個是在日本買的 但之後發現它是太長 所以我自己是修改過來 才剛剛好 接著我在窗台邊 都貼滿了燈 好了 拍回我的床邊 其實床邊最沒有變化 因為都是很混亂 不過我把公仔換成TwinStar Cushion 就可以 將不要的收到床底 接著這個就是我另外做的 一個掛牆掌食 就是用棉繩做的 自己積出來的 這個就是步夢器 其實這個也是我自己用Line 積出來的 它的鬚鬚我用日本米豬做 接著這裡我做了兩塊 現在加斯的層板 因為這塊牆掌是沒有東西的 這邊 還有現在加斯的乾花 玫瑰花燈是在淘寶買的 還有兩個掛鉤 是給我掛衣服 接著這個就是 整箱都是我的頸巾 估計超過30條 下面就是有一個六格的書櫃 這個書櫃也是在現在加斯買的 其實它也蠻高新的實用 我們現在看看裡面大概有些什麼 其實如果說書小說 我最喜歡看的就是林榮心那些 因為它就算寫愛情得來 也是有少少懸疑和古靈精怪 然後上面有一堆 其實已經扔了很多 但這些都是我看完之後不捨得扔的 然後一邊拍下來 這個就是有些相簿 最右邊有些手工書 大大部分都是Rush Shop 有雜物 雜物 還有最低的格是放了相機的 好了 看完書櫃 我們就拍這裡 這裡 這裡做了一個封筒 拍回衣櫃 先關燈 現在有這盞燈很方便 晚上我只開這盞燈 那就不用走出走入去關燈 然後又是有一個蠟燭台 好 現在就給大家看看 我這個撿前撿後的分別 其實我也是在差不多角度拍的這張照片 那你看看之前混亂的情況 就是根本只有兩部空間 超多東西 那至於床頭 大家不知道喜歡我以前的床頭 還是現在的 以前的屋其實都很漂亮 不過放了太多公仔 所以搞到床頭其實很不實用 所以其他東西都沒有去放 好了 接著到TwinStar窗簾 是我整間房最滿意 好在那時候在東京買到 是剩下最後最後一個 那以前那個就是用101.9 是不是感覺差很遠 然後這邊牆 這邊牆以前是沒有東西 現在都變成這樣了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看我這段影片 那遲些看看會不會再拍了Room Tour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Facebook 追蹤我Instagram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好 拜拜 拜拜